平庸的人逃避痛苦 牛逼的人享受痛苦 在大西北有一个现象 牧羊人通常手上都会带着一块盐巴 盐巴是食草动物的必需品 牧羊人知道 只要他手上拿着这块盐巴 就能诱惑这群羊 让他们永远不会跑 盐巴是牧羊人的统治武器 也是囚禁羊群一生的秘密 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太多的东西 像这块盐巴一样 让人沉沦 又束缚其中 打一把游戏 刷一会短视频 看一部电视剧 都能让你瞬间感觉很爽 但是时间长了 你就会陷入浑浑噩噩 迷茫空虚的境地 其实这些上隐性行为的背后 都是因为一种人体激素多巴胺 多巴胺是最廉价的毒药 它能让我们毫不费力地感受快乐 也能拉扯着我们不断下沉 真正长远的快乐来自内非态 它需要我们克服意志 经历痛苦 才能享受到踏实的愉悦 有句话说 少年偏爱多巴胺 中年才懂内非态 经历得越多 就越明白 真正的快乐 不是被多巴胺控制的低级消遣 而是内非态带来的高级快乐 有科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在小鼠脑中连上电极 让小鼠踩踏板放电 每踩一次 电极就会刺激老鼠大脑里的快感中枢 结果小鼠以每分钟几百次的速度踩踏 最后直接力竭而亡 如果一个人的欲望可以被无限满足 它就会像小鼠一样 无止境追求更刺激的快感 就好比现实中很多人抽烟 刚开始是两天一包 到后来一天两包 最后甚至要两根烟一起抽才有感觉 有的人吃甜品 刚开始是偶尔吃一次 到后来一天吃一次 最后甚至每餐吃一次 心里才算满足 多巴胺的获得 就是一个陷阱 如果你想要一直获得快感 就得不断加强刺激的程度 在这种重复的刺激下 集体对多巴胺带来的快乐会渐渐麻木 于是你需要更多的快感来满足自身的需求 如此循环往复 人就会出现思维松散 神经衰弱 无法自控等症状 博主at陈春林讲过表弟的故事 表弟从小在周围人眼中就是学习的天才 他头脑灵活 记性也好 别人搞不定的难题 表弟总是轻松解决 高考那年表弟考出了703的高分 顺利被北京大学录取 然而不到一年 他就从北大的高材生 变成了蜷缩在家的啃老族 原来 进入大学之后 表弟在偶然间迷上了游戏 一开始只是在手机上玩一玩 后来越来越着迷就出去包业 他将所有的生活费都花在游戏上 甚至吃喝拉撒都在网吧 整个人激进疯狂 曾经人人艳羡的天之骄子 最终惨遭退学 只能在家里魂恶度日 低级快乐的可怕之处 就在于他会日复一日 麻痹你的神经 让你曾经的理想和志向 在一次次的舒适里不见踪影 让你向往的自律和自由 在一遍遍的快感中消磨殆尽 一个人废掉的迹象 就是选择用更低级的舒适 和短暂快感来麻痹自己 作家艾特李小益有一次去宜宾出差 当天晚上 有同事拉他去吃夜宵 他当时也很想去吃 但是犹豫了半天 最终回绝了 我要是二十岁就一起去了 但我四十三岁了 好状态得靠自律保持 我明白现在的自己 一定要追逐内非态 而不是多巴胺 多巴胺的获得很简单 一杯奶茶 一场熬夜 一把游戏 稍微放纵就能满足 可这些只会一天天地破坏你的身材 损害你的健康 消磨你的意志力 最后你不得不接受 别人处处吊打你的事实 内非态的获得看似艰难 它需要你摒弃垃圾快乐 用专注的精神去做好一件事 这个过程开始可能会有一些痛苦 但是坚持下来 你就能成就截然不同的自己 直呼打主at唐宝 之前在某通信公司当临时工 没有设保与奖金 但工作简单 日常也没啥压力 平日里 大部分同事都在逛淘宝 聊QQ 玩微信 看电影 聊天 没有任何一剧之长 但他把时间都花在学习上 不仅考取了终极工程师 ISO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 还有会计证等证书 后来原公司破产清算许多混日子 又没有技能傍身的同事都惨遭辞退 他却选择直接辞职 凭借一身的技能 入职了一家优秀企业 年收入几十万 一 成功的路其实并不拥挤 因为大多数人早早就选择了安逸 正如唐宝所说 玩游戏刷手机 的确这些东西能让人产生短期的快感 但是 然后呢 玩过之后你能学到什么 能留下什么 你会不会后悔 回想我拼命考证的那段日子 虽然苦 但是过得极为充实 这种努力之后目标实现带来的愉悦感 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 平庸的人逃避痛苦 牛逼的人享受痛苦 每一天我们是克制还是放纵 是努力还是懒散 是奋斗还是摆烂 看起来并无多大差别 可是 时间永远会给我们答案 当一年五年十年过去 就会发现 选择不一样的快乐 收获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 多巴胺让你快活一时 内非态却让你快乐一世 三 每个人都渴望 成为一个追求内非态的人 但是说到和做到之间 还是有着很大的鸿沟 其实如果你能记住这三句话 就能在循序渐进中 遇见更好的自己 一 放不下的时候 多提醒自己一生 身处这样一个及时满足时代 我们周边充斥着各种快感 你想要刷视频 打开手机就可以了 想要吃外卖 点开外卖平台就可以了 想要玩游戏 点开游戏图标就可以了 太多的软件在诱导你沉迷奶头了 人的惰性也会拉着你沉迷于低级娱乐 所以我们要明白 最可怕的不是多巴胺带来的垃圾快乐 而是你的生活中只有垃圾快乐 也就是说 你不需要一刀切式地拒绝多巴胺 而是努力让内非态参与到生活中来 你可以刷视频 可以吃外卖 甚至可以打游戏 但是在你也要在适当的时间提醒自己 放下手机 留出时间去看书 去学习 去运动 学会取舍和控制 增加内非态出现的概率 生活必定会焕然一新 不想动的时候 再往前走一步 当你实在不愿意去健身时 当你觉得看书昏昏欲睡时 当你准备再一次拖延时 这些 其实都是你奋泌内非态绝好的时机 因为你只要再往前走一步 你就能真正品尝到痛苦的滋味 而这种痛苦 会带领你进入到生命的另一个层次 你所渴望的改变 需要从现在开始改变 不拖延 不等待 不逃避 才能踏上追求内非态的道路 扛不下来的时候 再坚持一下 高中的时候 体育课上老师经常会安排跑步 那个时候我心肺能力差 常常跑几圈就筋疲力竭 每当我快停下来的时候 体育老师就会在一旁大喊 再冲刺十秒钟 于是我就真的会咬紧牙关 再坚持十秒钟 神奇的是 只要这十秒钟一结束 在跑完的那瞬间 我的心底就会升起一种巨大的 难以言喻的成就感和愉悦感 凡是不坚持 就尝不到真正的甜头 内非态的获得 有时候只需要你坚持一会 再坚持一会 只要扛过最艰难的时刻 你就会遇见一个更自信的自己 有人说 人生有两杯必喝之水 一杯是苦水 一杯是甜水 没有人能回避得了 区别是喝甜水和喝苦水的顺序不同 有人先喝甜水 再喝苦水 而有的人先喝苦水 再喝甜水 选择多巴胺 就像选择那先甜后苦的人生 在年轻的时候想尽欢愉 年老时却会陷入潦倒落寞的境地 选择内非态 就像选择先苦后甜的人生 即便眼下痛苦煎熬 但只要扛过一时的磨练 最终能尝到生活赐予的甜蜜 从现在开始 选择内非态 过更有意义的人生 好了 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互相讨论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凑合的话 请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再见